欢迎大家收看中国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中国游戏直播剧头因CEO调查而被逮捕 分析人士 美国政治战争计划增加台海风险 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推动中俄投资关系加强计划 赞比亚的僵局表明这是中国的债务世界 万事打卡即将在中国被广泛接受 请大家收看 中国游戏直播剧头因CEO调查而被逮捕 彭博社 中国最大的流媒体视频服务平台 抖于国际控股有限公司的创始人陈绍杰 因为公开的指控被中国警方逮捕 抖于最近因其平台上的色情和赌博问题而受到调查 这次逮捕是中国私营部门高层管理人员 被拘留的一系列事件中的最新意气 引发了对中国商业环境的担忧 斗鱼原本计划与竞争对手虎牙公司合并 这笔交易由腾讯牵头 但今年早些时候被监管机构阻止了 分析人士 美国政治战争计划增加台海风险 南华早报 分析人士认为 华盛顿应该更多地关注维护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 而不是为台湾与中国大陆之间潜在的战争做准备 他们建议美国应避免采取可能破坏现状的行动 例如美国官员高调访问台湾 他们认为习近平主席目前没有计划入侵台湾 但北京正在积极参与塑造台湾总统选举的结果 并监督美国政治 分析人士还指出 美国有时会在台湾问题上采取无意的政治行动 并破坏局势的稳定 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推动中俄投资关系加强计划 南华早报 中国和俄罗斯应该通过鼓励企业在项目上合作来深化投资合作 这是中国副总理丁薛祥在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会议上提出的建议 丁薛祥提出了一个四点计划 以加强中俄金融合作 该计划包括支持和鼓励两国企业 并在农业和交通基础设施方面扩大实际合作 赞比亚的僵局表明这是中国的债务世界 彭博社 赞比亚的债务重组可能成为其他发展中经济体的先例 但由于官方债权人否决了与私人投资者达成的修订协议 赞比亚的债务重组遇到了绊脚石 这一拒绝有可能破坏G20未协调与因疫情而面临财政困难的国家 进行债务减免谈判而制定的共同框架 中国在僵局中扮演着核心角色 债券持有人认为中国没有遵守既定的规则或惯例 然而交易不太可能破裂 因为各方都有很强的动机达成协议 万事打卡即将在中国被广泛接受 CNN 万事打卡已获准进入中国434万亿美人的支付市场 这家信用卡公司将能够以自己的品牌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银行卡 中国主要是一个无现金社会 支付宝和微信支付占据了91%的市场份额 万事打卡多年来一直在游说向中国扩张 此前只被允许发行联名卡 VISA在2020年申请了发行自己的卡的许可证 但没有迹象表明何时会获得批准 中国刺激措施推动的房地产反弹与持怀疑态度的投资者会面 彭博社 投资者仍然怀疑北京对50家房地产公司的最新融资计划 能否帮助重振陷入困境的中国房地产行业 该计划旨在提振对该行业的信心 但应将最需要支持的陷入困境的公司排除在外而受到批评 投资者还担心 该计划并不是银行向开发商提供贷款的指令 几个月来 房地产危机一直给中国经济带来压力 投资者不确定是否还有任何工具可以刺激该行业的需求 明年印度将主办四方会晤 中国的影响力不断增长 彭博社 明年初 印度将主办四方会议 这是日本、印度、美国和澳大利亚之间的地区伙伴关系 四方会议旨在应对中国在印度、太平洋地区日益强硬的姿态 在与澳大利亚外交部长共同举行的联合简报会上 印度外交部长讨论了四方会议正在处理的广泛问题 并表示倾向于寻找新的合作领域 澳大利亚和印度还举行了第二次2加2部长集对话 讨论了航运和军事活动情报共享 以及贸易和投资等问题 两国还同意共同绘制印度洋海底地图 并制定空中加油的正式安排 此外 印度和澳大利亚签署了经济合作与贸易协定的前奏 预计澳大利亚总理将于明年访问印度 并签署经济协议 万达部门寻求推迟支付1月份到期的6亿美元债券 南华早报 中国商业地产开发商大连万达集团旗下的万达地产国际 正在寻求推迟支付明年到期的6亿美元债券 由于近年来经济放缓和市场波动导致流动性压力 该公司希望将债券的到期日延长近一年至2024年12月 中国房地产行业受到该国持续的房地产危机的沉重打击 自三年前北京实施三条红线政策以来 债券违约价值超过1000亿美元 百度的收入超出预期 TrackGPT风格的人工智能开始盈利化 彭博社 中国互联网搜索领导者百度报告了超出预期的2021年第三季度业绩 销售额增长6%至344亿元人民币48亿美元 净利润为67亿元人民币 该公司对新业务的扩张 如人工智能AI帮助其抵御了潜在的经济衰退 百度的AI平台EarneyBot自三个月前推出以来 已吸引了7000万用户 该公司声称其已达到了OpenAI的GPT4的能力 百度创始人李彦宏警告称百魔之战 指的是大量资源被投入到AI初创企业中 英国陷入困境的核能行业通过与韩国的谈判得到支持 彭博社 英国和韩国已同意恢复讨论建设核电站的问题 这可能会为英国陷入困境的核能产业提供支持 两国已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支持合作 并对开发威尔夫核项目位于威尔士沿海表现出特别兴趣 英国一直在努力为其核能产业提供资金支持 而韩国的资金可能有助于英国实现到 2050年建设24000兆瓦新装机容量的目标 韩国已承诺成为核技术的主要出口国 中国总理将风险防范放在首位 担任新一届党的金融机构负责人 南华早报 中国中央金融委员会CFC强调了金融部门 在支持实体经济和管理风险方面的作用 CFC于3月在共产党的直接监督下成立 以加强对金融的控制 现任该委员会主任的李强总理承诺 为战略部门提供更多支持 并誓言要解决经济中的不弱环节 李克强还提出了支持金融科技 绿色金融 普惠金融 养老金融 和数字金融的详细政策建议 CFC是作为党的直接机关 而设立的几个强大的委员会之一 以加深其对各种问题的影响 菲律宾和美国举行演习 南海争端比以前更可怕 南华早报 菲律宾总统小费迪南德 马克斯Ferdinand Marcos Jr.表示 菲律宾和美国将在南中国海进行海上和空中联合巡逻 巡逻将从巴丹群岛附近地区开始 向西前往南中国海 预计此举将激怒中国 中国警告菲律宾不要与美国进行 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的活动 中国对南海的大部分地区拥有主权 南海延伸到大陆以南1500公里处 澳大利亚在中国军舰事件发生后表示 国防人员的安全是重中之重 亚胡 澳大利亚最近发生了一起 涉及一艘中国军舰和一艘澳大利亚海军舰艇 在日本专属经济区EZ发生的事件 其中一名澳大利亚军事潜水员受伤 澳大利亚对此表示严重关切 澳大利亚外交部长表示 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所有国家 都应以安全和专业的方式运作军队 中国拒绝了澳大利亚的指控 称其鲁莽和不负责任 这一事件发生在两国努力改善关系之际 澳大利亚和印度举行会谈 讨论两国在印太地区的合作 以及对中国的共同关切 明创优品在中国门店快速扩张 盈利在最佳季度增长49% 南华早报 中国廉价零售商明创优品集团 报告了有记录以来最好的季度 在截至9月的三个月中 收益增长了49% 达到6.12亿元人民币84.7亿美元 调整后净利润增长54%至6.42亿元人民币 该公司在第三季度增加了324家门店 使其网络达到6,115家 并超过了今年前9个月 在中国大陆开设477家门店的扩张目标 销售生活方式产品的名创优品 正在寻求扩大其在离岸市场的覆盖范围 本季度在北美的销售额增长了近160% 在中国举行的6国军事演习揭示了北京的关系目标 南华早报 中国与5个东盟国家展开了为期10天的联合军事演习 这是北京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联合反恐军事演习 这次演习涉及超过3000名军事人员 凸显了中国追赶美国在该地区的防务关系的雄心 然而分析人士认为东南亚国家将保持谨慎参与 以在中国和美国之间保持平衡 此次演习正值中国和菲律宾在南中国海发生对峙的时候 博通计划于周三完成690亿美元的VMware交易 雅虎 博通宣布将于周三完成对云计算公司VMware的690亿美元收购 此前已获得中国监管机构的批准 这项收购受到了包括中国监管机构在内的全球监管机构的密切审查 一些投资者担心美中之间不断升级的紧张局势可能会破坏这笔交易 然而 博通现已获得所有必要的监管批准 并预计按计划完成交易 博通和VMware的股价在盘前交易中均下跌超过3% 麦当劳正在加大在中国的投资已挖掘巨大机遇 CNN 麦当劳在收购凯雷28%的汉堡连锁店中国业务股份后 将其在中国业务中的股份增加到48% 该交易对中国业务的估值约为60亿美元 自2017年以来 麦当劳在中国的门店数量翻了一番 达到5500家 成为该公司的第二大市场 自2019年9月以来 中国业务的销售额也增长了30%以上 麦当劳的目标是到2028年在中国拥有超过1万家门店 蓬勃发展的美国经济和中国的崩溃 再想一想 南华早报 独立经济学家Andy Sear表示 中国经济比美国经济更具可持续性 因为它正在消除泡沫 虽然中国的经济增长是由供给侧效率的提高推动的 但美国却依赖于不断扩大的债务泡沫 谢振华认为 中国经济并没有崩溃 而是正在经历一个复兴时期 中国正在做出正确的决定 以解决房地产泡沫和引子银行体系等问题 谢振华还强调 中国向电动汽车的转型表明 中国有可能在未来10年主导全球汽车行业 日本岛上的废路惹恼了居民 在扑杀努力中幸存下来 南华早报 入侵的里夫斯几路的数量在日本部分地区激增 导致农作物和生态系统遭到破坏 并促使人们努力控制该物种 自2007年以来 东京都政府每年扑杀约1000只几字 但他们的数量仍在继续增加 政府每年投入近10亿日元660万美元用于控制工作 包括使用无人机 但人口直到最近才开始下降 录于1970年代首次引入日本并迅速传播 另一个受影响的地区是切业线的防总半岛 敦促北京县市一点 与台湾执政党民进党进行对话 南华早报 中国应考虑与台湾执政的民进党DPP开放沟通渠道 这是美国前驻台湾特使道格拉斯帕尔的建议 帕尔曾在2002年至2006年担任美国驻台北办事处主任 他表示 中国在2016年蔡英文当选总统后 切断与民进党的沟通渠道是适得其反的 帕尔的评论是在民进党总统候选人 副总统赖清德宣布肖碧琴将成为他的竞选搭档之后发表的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们来总结一下最近的一些新闻 首先 中国游戏直播剧头斗鱼国际的CEO因调查而被逮捕 引发了对中国商业环境的担忧 斗鱼原本计划与竞争对手虎牙公司合并 但被监管机构阻止了 这显示了中国政府对于游戏行业的监管加强 以及对于内容的审核更加严格 其次 分析人士认为 美国政治战争计划增加台海风险 虽然习近平主席目前没有计划入侵台湾 但北京正在积极参与塑造台湾总统选举结果 并监督美国政治 分析人士建议美国应避免采取可能破坏现状的行动 以维护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 另外 中国副总理丁薛祥提出了加强中俄投资关系的计划 通过鼓励企业在项目上合作来深化投资合作 这显示了中国对于与俄罗斯的经济合作的重视 以及加强两国之间的金融合作的决心 此外 赞比亚的债务重组遇到了绊脚石 中国在其中扮演了核心角色 这显示了中国在债务重组谈判中的影响力 但也暴露出中国未遵守规则或惯例的问题 在其他新闻中 万事打卡即将在中国广泛接受 百度的人工智能开始盈利化 中国刺激措施推动的房地产反弹 与持怀疑态度的投资者会面 印度主办四方会晤 中国的影响力不断增长 以及中国中央金融委员会强调 金融部门在支持实体经济和管理风险方面的作用 最后 我们看到菲律宾和美国在南海举行军事演习 并且澳大利亚和中国之间发生了军舰事件 这些事件凸显了中国在南海地区的影响力 和紧张局势的升级 但也显示了其他国家 在维护地区稳定和安全方面的努力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总结 我相信大家对于这些新闻都有自己的看法和想法 现在我欢迎大家参与讨论并提问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六度订阅各地的各地的元 三度 律并里 Chief